有人问爱情是什么 是山无棱 天地和 才敢与君爵的高歌 是入我相思门 知我相思苦的苦涩 是王维的相思红豆 是摧护的人面桃花 是问世间情势何物 只叫生死相许的荡气鬼城 这是只有中国人才懂的浪漫 汉代有一首定情诗 何以置全权 晚必双肩环 何以道殷勤 约指一双银 爱你就要送你耳中双明珠 香囊细肘后 美欲坠罗英 倾其所有来表达爱意 还有比这更浪漫的方式吗 有 有人以诗结缘 以艳定情 还造了个作缘林 沈炳城自幼聪慧 好诗书 道光年间众语 因诗话与比起小十五岁的才女颜勇华解人 夫妻二人志趣相投 都喜三清诗词 沈炳城特意制作了一对鸳鸯燕赠与爱妻 这对棒形小端燕大可一卧 何底刻有偶原脏炎四字 卷叠燕炉诸文方记 偶原在苏州是沈炳城协妻归隐之所 园中景致也大多成双成对 蝶燕炉是偶原的藏书楼 夫妻二人常在此诗酒唱贺 尖是比翼鸟 蝶是比目鱼 古人常用尖蝶比喻夫妻恩爱 可见二人尖蝶情深 或许正是用这对端燕 沈炳城写下万卷图书传世妇 严永华吟诵 奇梅仪式结寅情 正如严永华写下的 偶原祝家偶 成曲祝诗城 二人可谓是家偶天城 后来严永华因病离世 悲痛的沈炳城写下 带到民间相会时 还与夫人怜悯之 几年后 沈炳城郁郁而终 与爱妻合葬 在天愿作比翼鸟 在地愿为连女之女 他们终于又在一起了 这些浪漫的故事传颂千年 每个人都从中看到了自己 或许送什么礼物并不重要 两个人相遇相知 有共同的志向 才能成为真正的灵魂伴侣 相知相望 举暗其眉 才能相濡以沫 共赴白头 愿每一位朋友在这个七夕 都能收获这世上最美好的爱情 不就是说 不许сят再次 搞破给你 我? n